接下來帶您看到的是 宜蘭縣議員 揭露兩起重大的校園事件 宜蘭市某國小 有老師涉嫌虐童 羅東某國中 則是有老師涉嫌性侵學生 兩校都有多人受害 教育處表示 國小教師是有不當的管教 但非虐童 涉性侵案的老師 則是已經停職 禁止接觸學生 縣議員在議會提報 宜蘭市某國小爆發老師虐童 羅東某國中體育老師 涉嫌性侵學生 宜蘭市某國小在三月的時候 發生 涅童的一個事件 還有羅東正某國中 發生性侵的一個事件 當時到目前為止 有啟動我們社會安全網了嗎 縣議員表示 宜蘭市涉嫌霸凌的某國小 美術班老師 他在教學的過程 常對班上孩子八頭八臉 有四十幾個學生受害 卻只有調離班級 有教掌擔心 其他班學生受害怎麼辦 至於羅東某國中的性侵案 不只一個女學生受害 該體育班老師 卻還在其他高中職任教 現在不應該證視這些問題 不要讓漢私在發生 我相信這個案 這兩案件 在教育處的立場 都會督導學校 散禁職責 依法 秉公處理 誤亡誤重 教育處表示 宜蘭某國小教師非虐童 但確實有不當管教的問題 老師才會僅調離班級 選案已調查完畢 待懲處結果 算是進案的體育老師已停職 畢竟子和學生接觸 近代調查結果 前面已經幹四年 可是他如果是新任的話 他所有的任期的計算要重新採集 那等於他給未來 他可能可以再連任第三次 另外 宜蘭縣國中小校長 領選也爆發爭議 金偉國小校長施立霞 爭取連任審查會通過 十四天後 卻通過同校新任校長審議 是宜蘭首例 該校長已當一任 是否又因新任 可以再當八年引發質疑 教育企業公會批評縣府 大開萬年校長捷徑 領選制度出問題 那所以這個部分 下來結果如何 反正我就都尊重 金偉國小校長表示 自己是依法參與領選 至於算新任還是續任 會尊重教育部 韓氏結果 新政府表示 尊重領選會的審查結果 依地方領選要點 此案視為新任 單位市校長 原校已認滿四年 以國民教育法 可能視為連任 將會請教育部韓氏 未來也會檢討宜蘭縣的 校長領選作業要點 記者林靜倫 宜蘭報導